收赴台湾 中国从业 我们总共捐出200件羽绒服和200件毛衣 共计400件 价值十几万的救灾物资 就因为疏于对中国邮政的信任 未保价 就赔偿我们 3404.8元 我们的爱心就这么被中国邮政丢了吗 我们的衣服到底去哪里 哈喽大家好 是巴旧 这是一名来自德国的洋粉红 海文娜 他宣布要退出微博 不再为中国说话了 那先带大家来了解一下 这名洋粉红曾经说过一些什么话 像是2020年的时候 他发文表示 我支持中共政府2019年 在香港做的任何行为 而反送中啊 都是那些香港暴徒在闹事 新疆也不存在所谓的再教育营 2021年的时候 还抢台湾 不是一个国家 只是中共国的一部分 还说台湾对中共国的仇恨 已经超越了对他的感恩 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讲三小 难道我能说现在的德国人 忘了感恩希特勒吗 中共如果没有想统治台湾 谁没事会去仇恨中共国啊 你看我们台湾有去 震恨其他周边的国家吗 没有耶 但是我们放眼看一下中共国 天天在仇恨欧美日韩 菲律宾印度泰国 所以到底是谁在仇视全世界啊 那2023年的7月份啊 这个海文娜 他参加了当地的青岛啤酒节 那他就在网上报 他喝到餐水不干净的假酒 还吃到假羊肉 导致严重拉肚子 那身为一个德国人啊 对于啤酒在意的程度啊 那也是蛮正常的啊 那各况青岛以前被德国殖民过 那这个报道一出啊 这名叫做海文娜的粉红 马上被当时的中国爱国网红 大逼给呛爆对吧 甚至说他是西方敌对势力派来的中国特务 但你们以为海文娜会呛回去吗 会维护自己的立场吗 是的 他确实有维护自己的立场 毕竟他吃到假羊肉串 喝到假酒 这是确实发生的事情 但是呢 他把这个骂他的矛头啊 丢到了我们台湾人身上 他说是台湾人创造一堆假帐号 去微博上骂他 然后假装自己是中国人 制造中国人跟海文娜之间的矛盾 非常搞笑对不对 大家还记得前几年有一个小粉 在法国看到中国银行 感动流泪的影片吗 一开始 他拍了这条影片之后 被海外的中国人喷爆 那这名看到中国银行会流泪的粉红啊 马上回到家拍片痛骂 你看那些在网路上痛骂我 看到中国银行会流泪的 都是台湾人 然后他在里面还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结果他拍完这条影片之后呢 才红回到台湾 让我们台湾人才看见 哦原来有一个小粉红 在法国看到中国银行感动流泪 后面还撬我们台湾人 是一样的甩锅方式啊 而前几天啊 海文啊终于受不了了 吃不了爱国饭了 大呛小粉红 说他在推特上发过2244条的言论 其中有2219条 是在赞美中国的言论 却被小粉红喷他不爱国 是海外特务 甚至他参加了山东春晚的预录节目 结果被一群小粉红举报抹黑 害他参演的这个山东春晚的片段 全部给剪掉 他说他辛辛苦苦排练了一个多月 就这样被剪掉 他心有不甘啊 他也说了 他在中国跟太多有素质 或是高学历的人呆在一起 对吧 那他扩大粉丝圈之后 他发现他高估了中国社会这个素质 之后他也不忘提自己 从来没有傲慢的鄙视中国 所以他很不了解为什么他如此爱中国 却被小粉红给举报 甚至网报 所以从今往后 不再说任何关于中国政治 或是社会方面的言论啦 我只能说啊 不需要强调 有没有鄙视中国 即便你没有都可以被莫须有 那还不如就顺着他们的话说 对 只要你这个人啊 在中国的一天我就鄙视 那最近也是一堆小粉红 应该说自古以来啦 这些小粉红天天扣我仇中的帽子 可能以前的我会去跟他解释 但现在的我会顺着他的话说 对 我就仇中 因为你在中国所以我仇中 我懒得在跟他解释的 反正他们讲扣你帽子而已 解释来解释去 解释到最后他还是扣你帽子 那我直接省略到中间解释的过程 对不对 那你直接扣我帽子我也承认 那就这样吧 我懒得跟你废话 像生活中的一些例子啊 你跟你的另外一半吵架 不管你有没有错 你有没有道理 最后错的一定都还是你 那算了 那现在就一开始认错就好了 不要讲那么多了 还有另外一位资深爱国的网红啊 知晓霞 他先前因为草币大赚了一亿多人民币吧 那在中国股市算是出了名的人物啊 那也多是跟胡锡进吃饭 那常参加这个微博举办的财经活动 那这几天啊 中国股市A股不是暴跌吗 他产赔几千万之后啊 在推特上痛骂圣上 说出什么 打倒习近平 这个小学生治国不如S啊 你S我们股市就赚钱了 但是目前传出啊 他累积点落不到啦 而胡锡进啊 他之前说这个 好像A股跌至2700还是2800 他要跳楼对吧 这个胡先生 什么时候要对线你的承诺啊 那很多人认为 这波股市惨跌会让身上垮台 那逼出很多反贼 但事实上 2015年到2016年之间啊 中国股市也是从5178点 跌到2638 对吧 那2018年也是蒸发了14万亿元人民币 当时也有一堆股民涌入 美国使馆的微博官方下留言 说救救我们吧 跟前天一样啊 而至今 美国大使馆 微博官方留言啊 数目已经高达13多万条了 而这还是有在三流源的情况之下 还如此之多 但是啊 我认为这也是谈话一线 敢怒不敢行动 18年也是这样 对吧 那结果呢 中共倒了吗 事实上倒了吗 所以24年的抗议 并不会有任何结果 因为只是在网路上讲讲话而已 如大使馆下方留言的民众说什么 几亿的股民啊 两亿也好 七亿也罢 会出来支持美国 打中共 所以啊 这让我想到一部电影 《浪子弹飞》 这部电影呢 拍的还是算蛮还原中国的社会氛围 谁赢我帮谁 在谁还没有赢面之前 我都出张嘴 甚至我在倒向欺压我的那一方 虽然中国经济如此啊 但还是压制不了一些粉红对台湾的意淫 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影片哦 在搞笑是不是 你说我们是同文同种 同族 然后又要武力同一 同文同种同族的 我们屈服与你为首的这个民族的统治 这算什么同一个民族啊 这是奴役耶 你有本事去统治其他民族啊 对吧 你口口声声说所谓的中华民族 但历史上欺负所谓的中华民族 最多的就是中华民族自己啦 而且再次强调 中华民族是一个近代政治上创造出来的民族 它是政治上的民族 强制让56个自古以来 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民族 融合在一起 而它还是汉本贵的中华民族 当然你要自我认同自己是这样的政治上的中华民族 那也没关系 毕竟那是你的自我认同 我尊重你的想法 但是你不能让不认同这样中华民族概念的人 用武力强迫他们认同 对吧 影片的最后还是带大家来看一下一个很荒唐的例子 我们都知道中共很会贪污这个民间捐赠的爱心物资对吧 而最近啊 中国的一家衣服品牌的创始人 在去年的甘肃大地震 也就是一个多月以前的事情 他捐了他们自家品牌几百件的羽绒衣 要给甘肃当地的孩子啊 给那边受灾户啊 取暖 对吧 是一个爱心的举动 而他们也知道 中国大部分的慈善单位啊 比如说红十字会啊 比如说中共官方的那些单位 他们会贪污 所以他们联络了甘肃当地某一间学校的老师 让他作为收件人 所以把衣服送去他那边 那他要签收嘛 所以他们选了中国的邮物系统寄送过去 没想到中国的邮政系统啊 把他们的衣服全部丢失并称 嘿我帮你们都捐出去了 结果这几百件的羽绒衣 中共的邮政单位只赔他3400多块人民币 你觉得荒不荒唐 谁能知道 现在连单纯寄货的系统 寄货的单位都可以贪污了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条影片 好我是2021的创始人 我叫杨宁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内容有点长 希望大家耐心听完 大家都知道12月18日 甘肃基石山发生了6.2级大地震 我12月26日晚上在抖音上刷到了当地某中学学生烧书取暖的视频 内心很受触动 于是做出决定向他们捐赠羽绒服 当即向2021所有门店调取衣服 加班加点配套打包 月时邮政快递于12月28日到2021月时门店取走400件衣服打包成的17个包裹 1月3日我通过物流信息发现物资于1月1日到达甘肃后就没有动态了 就联系了受证学校老师 该老师多次电话咨询当地邮政 结果都是叫等 1月12日该老师亲自去到当地邮政查询 告诉我结果快递丢失了 老师说邮政把我们的物资当成爱心捐赠发放出去了 这个说法再次让我震惊 我们是定向捐赠 收件人是老师个人的姓名电话和具体地址 这些根本不属于中国邮政的私有财产 中国邮政有权利私自处理吗 解决方案 只能按照未保驾邮件最高赔偿我们7倍邮费 合计3404.8元 我们总共捐出200件羽绒服和200件毛衣 共计400件价值十几万的救灾物资 就因为出于对中国邮政的信任未保驾 就赔偿我们3404.8元 这样的结果我们能接受吗 中共真的是一步一步把人的善良都给逼没了 这也是他们希望看到的 中国还有良善的人 乐于帮忙的人会越来越少 这也方便他们的统治 当人们习惯失望 人们习惯麻木 人们把这个不该正常化的东西吸引为常了 当人们不再善心于这个国家 当人们不想要改变这个国家 当人们看到坏事的时候 帮忙会惹了自己引火烧身 那这就越方便中共使坏 大家好好去思考这个问题吧 今天影片到这里解释 喜欢记得订阅我不喜欢记得 一定要帮我封锁 我是白小小姐的 拜 立将统一 我有分业势力 立将被消灭